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注我其他视频平台的朋友知道 我前两个月回国了 因为最近发展了一个新的业务 就是回国去搞带货直播 如果想关注一下的朋友 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小龙叔 不过最近呢 随着这个秋天将近 还有就是斯芙兰马上就要打折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不想跟皮革分居太久 年底呢又回来加拿大啦 正好的最近也赶上斯芙兰又要打折了 所以我们再度给大家带来 频道里面一年一度的传统 斯芙兰打折攻略分享 耶 我这次呢打算给大家做两期视频 今天这一期呢是彩妆片 接下来我还会做一个护肤片 护肤片里面也会有包含 今年的超值套组 就是各种的Skin Care Set的review 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比较想 买彩妆的朋友 看这一期就OK了 如果大家想看是护肤片的话呢 可以等一下我的下一期视频 Ricky在屏幕前就在 颈罗蜜谷加颈的剪辑 其实斯芙兰里面呢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大牌嘛 其实说实话好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大差不差了 所以我往年推荐的东西呢 我现在很多也都非常爱用 还跟以前一样所有视频里面 出现的产品的信息和链接 我都会放在 我油管视频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那往期视频的链接也在信息栏里面 那先介绍一下这一次打折的时间节点 因为今年我并没有买到一千刀 所以我不属于VIB入职了 我属于VIB了 跟以前一样的老规矩 录制是11月1号就开始了 一直到11月11号 11天的时间 录制member可以享受八折 VIB的用户呢是 11月5号到11月11号 可以享受15%off Insider呢 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在斯芙兰里买过东西 你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折扣 那你可以先从今年开始 collecting points 一年买到好像350刀吧 你就可以成为VIB这个用户 下次你就打折打得更多一点 那今天呢都是介绍 这半年我比较喜欢用的化妆品 然后基本上都放在这个包包里面了 东西还蛮多的 我们赶快开始 今天所有的脸上的妆容 都是用我点下会推荐的化妆品完成的 然后大家如果有觉得很好看的东西呢 都不妨看下去 就按照我的这个上妆顺序来介绍吧 首先primer的部分 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primer 是Fenty Beauty他们家的 叫做Soft Silk Pro Filler Hydrating Primer 那是这样的大家 今年呢 我不是各种在频道里面说 我今年已经30岁了什么的 确实咱们今年就是30岁了 我最近化妆 我非常喜欢非常水感的妆容 而且我现在跑量因为大 我身上体脂率比较低 你知道体脂率一低 脸就很容易凹陷 大家去看一下那些练长跑的运动员 每个人那个脸上都像刀锋一般的 轮廓和线条 对所以我非常害怕 我的脸也会变得全都是 刀锋般的轮廓 Anyways我现在化底妆 我就不太喜欢用mat的底妆了 我喜欢水水润润的 看起来我的脸部 线条比较饱满的底妆 说实话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 我一直都没有用primer的习惯 市面上的很多的妆前乳 都是哑光的 规感很重的 你化到脸上之后 你会觉得比较厚重一点点 那Fenty Beauty的这个 Hydrating Primer 首先你看我买的是小质妆的 我觉得非常的便携 很适合我现在经常需要商旅 飞来飞去的一个schedule 然后其次 它这个primer是一个水感的妆前乳 它像是一个清爽的润肤露一样 你放到脸上之后 它不仅仅能够帮助你后续的妆 扒到更牢 贴在脸上 同时它抹完整你的皮肤 是水润感的 包括我最近也很喜欢用腮红膏 你知道我现在喜欢的东西 就是水润的粉底 水润的妆前乳 再加上水润的腮红膏 你知道这些膏体和水水东西拍在脸上 哇 我每天上妆就觉得是一种享受 它涂在脸上之后 很快被皮肤就吸收了 它也不是过度的那种水润 所以它又能够帮助你去 有一点点抚平毛孔的作用 非常喜欢这个妆前乳 这是今天用在底妆前面的第一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推荐底妆 哇 最近我的口条真的好顺啊 这从我做了直播之后 这个直播真是太训练人了 想看我直播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小某树的账号 然后下一次应该是11月底吧 我做华里教练嘛 所以我应该可能会做一些运动的衣服的分享 我最近发现了很多国产的 特别好穿的运动服 就是大家冬天 咱们一起训练 一起跑起来 一起动起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底妆的部分 底妆这次非常精彩 我推荐三个不同的底妆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的用量都非常的多 包括这一个 这是一个润色格力啊 你看它的包装都被我用得这么坑坑洼洼了 如果你看了我的澳洲Vlog的话 我当时在澳洲旅行的这十多天 都是在用它做一个底妆 Summer Fridays的这个叫 Sher Skin Tint Skin Tint如果看我视频很多年 你们知道我很喜欢用 因为它是有色面霜 啥叫有色面霜呢 就是它跟普通的粉底液不一样 它的遮瑕力度比粉底液要淡要弱 它的适用人群就是那种 你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你化了妆 但是你又想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变好了 它的质地 你们看一下 非常的薄 基本上它就是一点点淡淡的一层润色效果 就是你在脸上整个给它涂开之后 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擦了什么粉底液 就是你的皮肤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点点像鸡蛋奶油般的光泽 但是又不会特别的假面 对于那种不是很喜欢画全妆的人 只是想让皮肤有一个自然修饰度的朋友 这种Skin Tint很合适 你甚至可以用手上 你就把它这样手搓一搓 在脸上这样抹开就行了 虽然它遮不住你皮肤上大部分的这些毛孔啊 这些痘印啊斑点 但是它能让你皮肤自然而然看起来比较有光彩 比较好一点 两边的手可以对比一下 这边的这个手就是自带光泽感 然后你看血管也会稍微没那么明显 因为它有一点点遮瑕力度 一号色号这个颜色 我觉得非常适合黄皮女生 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那种中性底基调的一个粉底 很自然的一个有色面霜的色号 我经常说我自己是天生好皮嘛 所以基本上我日常涂一层这个东西 大家都会觉得我的皮肤好到爆了 尤其是那种不想化妆的日子 涂一个她出门就够了 接下来推荐两个粉底液 这就是我最近这半年非常爱用的粉底液了 遮瑕力要高一点点的选这个 遮瑕力低一点点的 喜欢水润的妆感的朋友 选这一个 这个是Beauty Blender家的粉底液 你可别说 Beauty Blender不是做美妆蛋的吗 它的粉底能好用吗 你可别跟我一言 最开始有这种瞧不起人家的想法 没错没错 就是我就是我 后来啪啪的打脸 这个粉底真的太好用了 那这个Beauty Blender粉底液呢 打开来之后呢 是这样低管的 流动性很高的一个 很creamy的一个粉底质地 然后我的色号呢 用的是Light Chew 二号色 这个颜色在我脸上不会假白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一个中性undertone的一个颜色 你们可以看它的质感 水水润润 奶油滑滑 非常水润的一个质地 跟刚刚那个有色面霜的 遮瑕力度比起来 这个遮瑕力度就好了很多了 肉眼可见 对不对 所以这个粉底我非常推荐给 就皮肤稍微需要一些遮瑕度 就是轻中度瑕疵皮的朋友 可以去选它 每次用它来上网 尤其你要用美妆袋 我最近又开始从你喜欢用海绵袋上 大湿的海绵袋 cushycushy的 然后你用它拍在脸上 哇你的皮肤就是光泽 断面 美丽 非常非常的细腻 柔滑 漂亮的一个皮肤 而且这个粉底 我个人觉得还挺小众的 就是知道的人不多 或者喜欢的人不多 它真的试了之后 就是遮瑕力很好 然后又很细腻的感觉 它的那个妆感 那个质感 真的非常好 如果要是推荐给近期 想要找一个遮瑕力度属于轻到中度 就是有一定遮瑕力 但是同时又很适合秋冬天的 不卡粉 不卡纹的 比较的水润光泽感的粉底 尝试一下Beauty Blender家的 Always On Radiant Skin Tint 然后最后的最后呢 终于到了我现在脸上的这个粉底液 跟大家分享了 最近呢 Makeup Forever是上新了一个新的粉底 叫做HD Skin Hydro Glow Foundation 如果你们看过前两天的爱用品分享 和年度爱用的话 荣誉评选了他们家这个裸色盖子的这个小奶瓶 叫做Undetectable Skin Foundation 这是它前年出的一个新品 这一支是我最常用的色号 这是EN06这个色号 然后我夏天很爱用它 因为它的遮瑕力度又高 然后它又是奶油肌 然后上到皮肤上 皮肤特别细腻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一罐粉底 Makeup Forever今年是出了一个新的粉底 去延伸这个线 因为Undetectable广受好评 它专门出了一个Hydro Glow Foundation Hydro就是水的意思 它是水感粉底液 你看它的流动性 好水润 而且它的质感好好 我这个色号其实对我来说 稍微有点发粉了 这是ER02 我应该还是用N的色调 EY04 EN06 就是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但是我当时收到这个色号 这个是品牌方寄过来的 我先说 但是这个视频没有收费啊 不是一个付费广告啊 我真的是觉得它很好用 如果你是一个粉白皮的话 可以考虑买这个颜色 但是如果你是黄调皮肤 我建议你去买这几个色号 都会比这个粉调的肤色 稍微的更是黄皮一点 这个粉底算是我今年吃到的 最贵妇奶油肌水光肌的一个粉底液了 他们家这个粉底里面 是加了精华养肤成分的 所以为什么你看上到脸上 就是还挺油感的 有一点油润油润的质感 如果你不定妆 不用定妆喷雾的话 其实脸是一个特别glowy 就是你的皮肤就是 像一块剥了皮的鸡蛋一样 本身就发着一些光 光泽感非常绝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 如果你想找遮瑕很好的粉底 它不是欧 所以你看我脸上有痘痘 这有一件小斑点 它不是那么的遮瑕力强的 这个粉底是水润的 然后比较轻薄的 适合那种秋冬天喜欢画自然妆效的朋友们去选择 然后我来总结一下 这三个底妆 如果你是想要秋冬天有一定的遮瑕力度 又比较滋润的奶油烹润肌的妆感 请选这个Fenty Beauty的Bounce Skin Tint 如果你想非常薄 平常也不太化妆 只想要一个基础的隔离润色效果的朋友 请选这个Summer Fridays 他们家的Sheer Skin Tint 如果你想要秋冬天跟我一样 想要喷喷的水润鸡蛋 水感清透肌肤 那你请选这个Makeup Forever 新出的HD Skin Hydro Glow Foundation 然后推荐定妆类的产品吧 我这次很认真地挑选了两个 一个是定妆喷雾 一个是定妆散粉 这个是我经常的视频推荐的 我估计老粉朋友早就听我推荐过很多次了 这个是Benefit他们家的 叫做Pore Fashion Super Setting Spray Benefit家最有名的系列叫反孔精英 那反孔精英的妆前乳 是Benefit家已经风靡了 欧美20年的拳头产品 两年前他们就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延伸Pore Fashional反孔精英这条线 出了一个隐形毛孔的定妆喷雾 新侧喷完之后真的隐形毛孔 尤其是毛孔粗辣的朋友们有没有 化完妆之后觉得自己的粉底 还是遮不住自己的大毛孔的朋友有没有 喷一下这个定妆喷雾吧 这样你的皮肤有一个漂亮的柔胶效果 喷出来大家看一下 它本身的水雾 你看 非常非常细密的 味道是那种清雅的花香的香香 很清淡 非常宜人 所以你在喷的时候 你都觉得 享受的那种质感 然后它喷完之后皮肤就是又细腻又漂亮 说实话我去年还有试到一个 我觉得妆效也很不错的定妆粉 是Hourglass他们家的 叫做Soft Focus Setting Spray 但为什么这次视频没有推荐呢 是因为我觉得Hourglass的性价比没有这个高 Hourglass那一瓶好像50多 但它好像是40多 本身就便宜一点 而且还还有这个隐形毛孔的 然后接下来推荐一个散粉 这个散粉从来没有在视频推荐过 但是我已经用了它很久了 推荐一下 季凡西家的散粉 首先它们这两年出了小包装了 它那个小包装我觉得非常便携 放在包里面做一个补妆的 遮油光的一个小散粉 非常合适 它家最有名的色号 其实是它家这个蓝紫色蓝绿色的色调 也是他们家卖的最好的 就是它的1号色 叫Pastel这个颜色 但是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买这个02号色 就叫做Satyn Blanc这个颜色 我个人觉得比较自然 这个蓝紫色的是修正色调 它上脸上会有一种假白感 就是会有一种粉雾感 我现在不太喜欢这种粉雾感的妆效了 所以我今年还是想给大家推一些 比较自然妆效一点的散粉 所以就推这个02号 因为它这个里面带了紫色嘛 所以它对肤色有一个修正暗沉 让你的皮肤比较提亮 有光彩一点的效果 它这个四色粉盒呢 给你们看 它里面打开了 好可爱的 好漂亮 你看 你每次铺的时候 粉铺上四个颜色都会均匀的沾到 大家不要看 好像这些红色黄色很深啊 但是其实我放在手上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散粉虽然是四个颜色 但其实大家看到是整体混在一起的效果 它是一个非常提亮肤色的一个散粉的色号 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02号色还挺适合 喜欢跟我一样追求自然妆效的女生的 它不是像这个蓝紫色这一盘 它出来的颜色那么的亮白 蓝紫色这个你看明显就比较荧光一点 02号色就这个肤色这个颜色就更自然一点了 如果大家运算OK的话 就直接买大盒吧 因为大盒比较耐用 很精勇 我来补个唇膏吧 嘴巴说了说有点小干干了 正好来补一下这个最近很爱的 Summer Fridays他们家的这个薄荷的唇膏 Summer Fridays这个牌子这两年的斯兰特别有名 我去年的时候跟一个朋友见面 然后他就送了我一个套盒 然后我就彻底入坑了 这个是他们家的Lip Butter Bomb 是唇彩 大家一定要去买 我等下后面都会介绍 不然是买套子 不然就是买单支的 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我自己比较推荐 这个透明色我觉得很好 因为它跟所有的唇膏都能搭得上 就是很适合你日常 只是想要嘴巴比较润一点去用 我自己还有一个比较爱用的颜色 它加这个叫Vanilla Beige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暗暗的欧美裸色 非常美丽的美女色 我们后面再说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眉毛和眼妆的部分 眉笔 我觉得斯芙兰已经没有什么眉笔 能够代替这两支眉笔在我心中的地位了 来 老粉朋友们 各位一起大声喊出他俩的名字 Hourglass眉笔 还有 现在我手头没有 在这放张图片给你们看的 Benefit的眉笔 Yes 没错 这两个眉笔 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眉笔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就是又稀又好画 除了贵 没有什么缺点 所以因为它贵 所以咱们就是要在打折的时候买 来 今天画眉笔的是用这个 Hourglass的极细眉笔 然后我现在手上这支是Warm Burnett 就是深棕色 它们家的眉笔呢 好的地方就是根根分明的毛流感 又细又好画 而且它的这个笔很好操控 细细一根 手拿着眼很得劲 特别特别的好画 我这里浅画了一下 给大家感受一下 它的每一根都可以画得特别清晰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刷子 把颜色填进去 然后轻轻的给它刷开 可以画出那种很自然的 粉雾感的眉毛 或者是画出根根分明的眉毛效果 这个眉笔 就是除了价格贵 没有任何的缺点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染过头发 有点这种棕红色头发呢 就买Warm Burnett 棕色这个颜色 头发没有染过 但是你喜欢画淡颜色的眉毛的话 那你就买Soft Burnett 如果你是纯黑发 你就买Ash这个颜色 就是灰棕色 Ash那个颜色 我觉得适合大部分的亚洲绿色 然后呢Benefit的这个眉笔 Precise in my brows brow pencil 这个眉笔颜色也很多 而且它之前只输1,2,3,4,5,6 但是现在已经出到1,1.5,2.5,3.5 它出了很多0.5的 这个中间色阶的颜色 特别完美 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的色号是 3,3.5,还有4 都是我比较喜欢用的颜色 3和3.5都比较发棕掉一点浅色 4,4.5,5号都比较深 适合深色头发 如果你是没有染过头发的朋友 你们就选4号,4.5号 不会出错 如果你要是跟我一样染过头发 有点深红色的这种头发颜色 或者是黄掉头发颜色 你就选3,3.5也不会出错 接下来说眼影系列 推荐两个眼影盘 首先还是先推荐这个 我自己私信最爱的 被我带回国之后 把这个摔没了的 Connecting Color Eyeshadow Palette 它的色号叫做 All Filtered Nude 我今天眼妆就用它画了 它这一盘就是 每个人画都好看 既能够有画出烟熏的那种 smokey妆感 有一点点金属质感的眼影 也可以画特别秋冬 你就画这些深棕色的颜色 这个眼影的说实话 如果你就说它有什么心意 它没有太多心意 它这个颜色看起来 就是那种不会出错的眼影盘 但就因为它不会出错 所以也成为我这一年来 最常用的眼影盘了 然后最喜欢它的颜色 就是你看我脸皮上面 这个油亮感的 金属质感的这个珠光色 有一点灰掉 但是它的光泽感 是那种断面的 就上到这个眼皮上面 就是非常有质感的一个断面色 我觉得好漂亮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所以这一盘 我个人觉得也很适合 30加或者25加以上的 稍微成熟一点的 职场女生去用 因为它的珠光 闪片色不是特别夸张 它是柔和的断面质感 所以就不会特别的突兀 看起来好像你的眼妆很夸张 然后它的包装我也很喜欢 真的像它这个名字一样 神秘意境 OK我刚刚又从柜子里面 拿出来一盘 这是其实去年买的 去年Servar打折买的 这是Tom Ford的 35号叫Rose Topaz 这一盘也不用太常见了 你看都被我用凹了 这一盘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都市立人的一个绝对不会出错的蜜茶色眼影盘 为什么叫它叫蜜茶色呢 因为它的打底色是那种有点土咔灰棕调的 然后加上它上面这个大的闪片色也是我现在很喜欢的这种有点金属感的这种银灰色的闪调 我觉得它特别的低调高级有质感 我就独爱银灰色的闪片 这盘的质地呢 就是哑光色断面色和珠光色结合的很好的一盘 它的这个打底色本身很细然后很好晕染 它这里还配了一个这种断面珠光色也可以用来做打底 那个闪感会强一点点 你看会有点闪 这个深棕色呢也是一个哑光色配合这个前面的哑光色打底 就是它俩配的特别好 就是那种蜜茶色调的眼妆 最后再配一个这个金属灰调的一个眼影的闪片色做一个topper 所以你看这四个颜色配在一起 它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个蜜茶色都是丽人上班族可以用的打工配色 说打工配色感觉有点惨不惨不惨不惨 那个颜色配起来不会出错的那种高级质感的配色 所以这盘衣我觉得也很值得买哦 这个是35号的Rose Topaz 好了我听到P哥回家了 今天是个周日 我们下午打算去看那个加拿大的Ski Show滑雪展 所以先不给大家闹了 剩下还有一些化妆品 我就回来跟大家录完好吧 先录到这里 Hello I'm back 刚刚下午去了滑雪的那个Ski Show 买了好多东西好开心啊 好开心 手上还带着这个Ski Show的wristband 好我们接下来 我现在来补个唇膏啊 现在是晚上了 你们看光线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补个唇膏 又像我今天一直在裁的这个 我想这次主要给大家推荐这个Gifong Sheet 叫Rose Perfecto Hydrating Tinted Lip Balm and Gloss 它可以做lip balm 就是润唇膏 也可以做唇彩 gloss 这个你看它外面很深 它其实这个里面是渐变的 就是你看它里面这些白色的这些地方 其实是透明的唇彩 然后它配合着这个 有点点姜果红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秋冬的一个棕橘色 这个颜色很漂亮 涂完之后你的嘴巴 瞬间就这样嘟嘟起来了有没有 然后这一支的颜色也很漂亮 它就是一根那种非常日常的一个 可以上班通勤 或者上学的时候 去图书馆之类的擦的一个颜色 因为它里面有拼这种白色的 那种润唇膏的质地嘛 不是那种特别强的饱和度 所以上嘴很日常 一点都不会非常突兀 然后看起来有点黏黏稠稠厚厚的那种感觉 非常漂亮 它这里面还有好几个颜色都很好看 我先手上这个是117 Chilling Brown 就是那种非常有气质的秋冬色的棕橘调 我觉得如果大家要买一支的话 就买这个颜色 因为它看起来非常日常 还能提一点肤色 然后它这里面还有两个也很好看 011叫Black Pink 那个是一个玫瑰色调 我上嘴试过也很好看 就有点像是这个的粉色版本 然后另外一个颜色是110 叫做Milky Nude 这一支颜色就有点像是这个的低饱和版本 它也是有点裸棕橘调的 但它的颜色保护都没有这个这么强 它上嘴之后就是比较无感 如果你本身唇色就是比较发红一点的话 那一支上嘴更像一个润唇膏的质地 就没有像这个颜色稍微明显一点点 但我个人觉得秋冬天真的好推这一支 我觉得这一支好漂亮 它上嘴之后就是你的嘴巴看起来就嘟嘟的 然后它又不是特别夸张 就是一点点恰到好处的秋意的暖棕橘调 这个系列叫做Rose Perfecto 你们有闻过那种刚刚采摘下来的玫瑰花 上面还带一点露水的玫瑰花瓣的味道吗 这个味道闻起来就是那种很纯天然的玫瑰花瓣的味道 所以它的味道很好闻 然后还有我很喜欢这个一点 就是它叫做Plumping Gloss 就它的上嘴之后让你的嘴巴有点凉嘟嘟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有一点冰凉的薄荷质感 我觉得也非常适合秋冬天跟我一样 就嘴巴经常容易很干 然后感觉自己嘴很燥热的那种朋友们去用 所以这是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春菜 那既然它说唇膏 我就把这个唇膏一起推荐完好了 Oh my god 这个Summer Fridays的唇彩 让我真的是又爱又恨 主要恨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颜色真的很多 不知道该给你们推荐哪一个 每一个都还挺好看的 它是做的也是Lip Balm Lip Butter这种润唇膏质地的这种唇彩 我手上拿了这四个呢 是去年初的一个限量礼盒 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加这个唇彩的好处是 它的质地非常的薄透 它涂起来之后那种水润感还挺强的 然后它的颜色的饱和度是非常低的 你均匀地在嘴唇上面涂开 透出的颜色是很淡很淡的 这些颜色呢 我自己比较推荐的是Vanilla Beige 还有它的这个Vanilla 就是它们家香草 然后香草这个味道呢 跟这个Sweet Mint的唯一区别 就是香草还是香草味的 然后Sweet Mint是薄荷味的 这个薄荷凉感更强 然后这个是正状 我手上拿着这也是小质状 这个是Sweet Mint 然后这是Vanilla 你看它颜色其实都是透明的 上嘴没什么区别 但唯一的区别就是 它这一支会更凉一点点 而且像是你吃那个绿剑口香糖一样 有一种非常清醒的 绿剑口香糖的不合味道 就是我看到这边有很多 那个老外小姐姐 她们很喜欢用这种亮的颜色 就感觉比较青春元气 然后我自己会比较偏向 用这两个颜色 这个因为我现在 唇部产品 就是推荐这两个 Summer Fridays的这个唇彩 还有基凡西的唇彩 是我这半年比较常用的 专柜的东西 我们刚刚跳着出了唇膏 接下来说眼妆 还有腮红的部分好不好 我先推荐一下眼线笔吧 觉得大家每个人 你们就不要看别人的推荐了 就直接看我这个推荐就OK了 因为我觉得 首先本人是小米眼 非常容易晕装 咱不是大双眼皮 这些年来 我做了这么多 Summer Fridays的视频 我真的试了无数无数 就是欧美品牌出的这些眼线笔 这些是我挑出来的best 如果你要看一个Summer Fridays 眼线笔推荐视频 你就看我这一支就OK了 因为你不会买到 让你失望的眼线笔 每天都在放狠话 没错 先推荐我常年回购的 这两支眼线笔 如果你喜欢画极细眼线 你就直接冲这个就可以了 Cavon D的眼线笔 首先呢 Cavon D的眼线笔 最开始是黑色卖得很好 后来他们谢天谢地 他们出了棕色版本的 首先优点啊 先说 它的笔头非常非常的纤细 很能化身那种 纤细又漂亮又自然的 配合大地色眼妆的棕色眼线 其次 它是素干的 基本上在皮肤上面 怎么搓揉 都不会晕装的一个眼线 特别的防水防晕染 这个眼线笔 它本身官方定价 在Summer Fridays的不算贵 就20多刀 然后你打的这个可能 20出头一点点 我知道 当然你不能跟国产的 那些很便宜的 二三十人民币的眼线笔去对比 但咱们就说 在北美生活 想要买一个性价比 品控做的又好 又极细不晕染 一步到位的眼线 买这一支绝对不会出错 接下来推荐这一支呢 这一支是Real Beauty的眼线笔 是它的 Perfect Stroke MAC Liquid Liner 极黑浓郁哑光眼线 这一支推荐给 如果你也是喜欢画像我这种 今天的比较浓一点的妆 就是比较艺术感的 Artistic Strokes妆容的姐妹们去选 首先这个笔呢 笔头做的是很有毛笔质感的 然后它的粗细程度 是比开往地的 要粗一点点的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很适合给化妆老手 还有就是喜欢画一个 浓郁的纯黑眼线的朋友去选择 因为这一支的笔头 它就像是那种 特别好写字的签字笔一样 又浓郁 然后又极黑 然后它整个画出来的那个效果 就是明显 一步到位 然后看起来非常适合 搭配一个浓郁一点的妆容 虽然比出水很流畅 但笔头其实也做的也蛮细的 所以如果你跟它磨合一下 你也可以用它来画出 相对来说细的眼线 然后这一支我很推荐 因为它的出水真的非常流畅 我第一次买的时候 它品控点不好 笔头有一点点爆水 后来我再去买了两支 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然后呢 last but not least 接着再推荐一支 这个月才刚刚发现的一个眼线 这一支跟前面两支不一样 它更加性价比高一点 这是Tarte的Double Take 双头眼线笔 听到了吗 它的名字叫双头 它这个笔呢 两端是这样子 一边是这个眼线叶笔 然后另外一边呢 是眼线胶笔 我今天的上下眼线 就是用这一支眼线画的 然后我买的颜色 也是它的深棕色 它的笔头也很细很细 而它的这个颜色的饱和度 浓郁度 其实没有卡邦D这个这么高 它的浓郁度稍微稍微低一点点 重点是这一支眼线笔 它的水很流畅 然后它画起来也很飘逸 很好画 我今天眼线 两边画的不一样 你看我这边画的会粗一点 然后这边画的会细一点点 都是用同一支画出来的效果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老手的话 你也可以画成这种 很纤细的这种造型 然后重点的时候 它双头的部分 就是它另外一头是 非常柔顺的这种眼线胶笔 也是棕色的 这个跟liquid液体眼线笔的不同 就是这个眼线胶笔 是可以晕染的 所以大家看到 我现在这个眼下这里 有一点点很自然的 这种晕染的效果 就是我用这个眼线胶笔 去画的一个下眼线 然后我用一个刷子 轻轻地把它往下拉一拉 晕开了 如果你没有晕开的话 看起来就有点老气 把它往下拉 怼一怼它 然后把它制造出来 这种有一点点晕染的这种效果 它会跟你上面的眼影 呼应在一起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底下这个眼线胶笔 它就是刚刚画上去的时候 比较好晕开 但基本上在眼睛上定型了之后 它也不会再晕得更大了 它的持久力度还挺好的 所以今年想在斯芙兰 买眼线的朋友 已经帮大家做好功课了 就买这三支 完全不出错 就买Kawand的 棕色和黑色随便买 而且它很极细 如果喜欢追求 稍微有一点艺术感的 稍微浓密一点眼线 黑一点的眼线的 可以买这个 Rare Beauty的 这个Perfect Stroke眼线笔 如果是想尝鲜的朋友 想买个性价比高的 就买这个 Hart的经典新出的 双头的眼线笔 叫做Double Take眼线笔 买棕色这个颜色 就是我今天 画的眼线的效果 接下来推荐的东西 我知道很多人 在盯着我的脸看 我的眼下 这个漂亮的 bling bling的 卧残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来揭秘一下 我推荐了好多次的 一个Shadow Stick 这个眼影棒 是Bobbi Brown的 然后在此 我想说一下 就是很多人 会把Bobbi Brown的眼影棒 和Laura Messier的眼影棒 搞混 经过我这一次 做攻略 然后反复去对比 当然Laura Messier 有很多比较发白的颜色 感觉也挺适合 做过残笔的 但我个人试了一大圈 我觉得是这个 Bobbi Brown 这支Truffle 这个型号 是我觉得 最适合我们亚洲人 用来做眼下提亮的 一个颜色 它是一个珠光色 而且它的珠光 亮的那种 它是有一点点微珠光 所以它画在这个眼下 不会看起来特别的突兀 它是肤色感的 一个珠光色 搭配这种 稍微深一点的 这种烟熏妆 很适合 很适合 而且还有就是 它家这个眼影棒 非常持久 你看我今天下午画 到现在晚上 现在已经九点钟了 我没有掉 也没有移位 反正看起来是很漂亮 很自然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 它的原因 这个粗细 特别适合画 落残 它是一步到位的 你就只用这样 就一涂 就一涂 两秒就涂完了 又好涂 又creamy 它是可以用手 这样轻轻的晕开的 所以如果你画在眼下 你觉得 啊有点画太浓了 它都是可以擦得掉的 Bobbi Brown 不仅仅出这种 单头眼影棒 它其实还有出 双头眼影棒 大家也可以去看 OK 最后的最后 推荐我本来是 这个视频 最最期待 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腮红 没想到 居然变成最后的产品 今天的这个腮红 用的是什么呢 是cream blush 首先我最近这半年 非常喜欢用cream blush 就是膏状的腮红 然后这个是makeup by Mario 这个牌子 Mario是很多明星的 运用化妆师啊 我今天的腮红 就是用这两个颜色 混在一起打的 然后这两个颜色 是我这次挑出来的 我觉得是那种 跟你自己平常 日常的腮红色 不太容易撞色的 两个颜色 说实话 我挑这两个颜色 都很深 就看起来是那种 很明艳的 很多人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颜色 就会马上跳过 你看 哇 对 我现在脸上用的 就是这个颜色 一个是strawberry sunset 一个是just peachy 尤其是这个strawberry sunset 我觉得它上到脸上 就是那种 非常非常元气的 一个漂亮的 粉色腮红 像这种腮红 你的上妆方法 当然可以用手指点拍嘛 但是我今天上妆的方法 为什么看它这么贴敷啊 就像是皮肤 透出来的光泽一样 因为我是用海绵带上妆的 而且它家这个腮红膏 特别润 特别好晕开 太漂亮了的一个 皮肤透出来的 淡淡的草莓红色 而且你看用这个海绵带 它本身有点稀色 你把它这样拍开之后 就完全没有像刚刚那个 那么艳的感觉了 对不对 这种腮红膏 越艳的颜色打起来 就是整体的氛围感越好看 今天我的底妆是怎么画的呢 我首先先用了这一块 just peachy 画在整个这个 你看到的脸颊区域 然后呢 我在局部的点涂了这个 strawberry sunset 在我的这个苹果肌上 让它达到一个提亮的效果 整体就是橘色调 粉色调都有了 我觉得是非常元气的一个 氛围感腮红的搭配 它家这个腮红膏 用手摸进去 特别特别的滑软 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油润 它里面应该是添加了 精油那种成分 你看上个脸上 是光泽感的一个腮红膏 所以它跟本身 就有光泽感的粉底 放在一起会非常的贴 在阳光下 你看自己的脸 好别提有多享受了 所以这两颜色 我觉得都很推荐 这个是strawberry sunset 然后这个是just peachy 这个颜色在脸上 轻轻的拍开 就是那种秋天枫叶 有一点点淡淡的脸上 橘色 浴染出来的光泽感的 一个淡橘色 它稍微有点发那种 奶油橘色调 有没有 然后这两个春夏天也可以用 因为我这两个一次 去选的都还蛮明艳的 就一年四季吧 一年四季 我现在好喜欢腮红膏 朋友们 我每天都在擦腮红膏 现在化妆 喜欢这种油润妆感 有时候散粉也打得比较少 我就喜欢这种油油润润 亮亮的这种效果 完了 不会只有我这样吧 还是要鼓励大家 看到这个颜色这么红 千万不要害怕 拍开就好了 拍开是很日常的 试一试 试一试 Strawberry Sunset 最后最后 我还有另外一个 撕心的好腮红膏 想跟你们分享 终于让我买到了 这两块 我自己最最最想要买的 这个MAC的腮红膏呢 跟这个Makeup by Mario 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说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 Makeup by Mario的腮红膏 更专业一点 取用的方法 它的cream状的那种 膏体油润感 要更强 MAC的腮红膏 我觉得日常一点 如果你是平常没有 那么那么into化妆 你就是想买一个 日常的腮红膏的话 然后同时你想要 这个包装小一点 便携一点的话 我觉得MAC的这个腮红膏 也是很值得选择的 我拥有第一块 MAC的腮红膏 叫So Natural 然后我这个是限量包装 但这个颜色是一样的 它摸上去是有一点点 像是土豆泥的质地 软软的 这个So Natural这个颜色 它就是一个 完美的秋冬落叶氛围色 然后它的这一块呢 是慕斯感的 比较的日常 另外这两个颜色呢 是我觉得 如果你稍微比较喜欢 少女感系的妆容的话 这两个颜色都很少女感 比元气 它们会更加的粉嫩一点点 大家知道这一块有多难买吗 我买了多久才买到这一块 因为这个太容易断货了 这是MAC的叫做 Totally Thins的这个色号 它是一个粉紫色 显白的天菜吧 然后另外一块呢 是比So Natural 稍微要亮一点点的 叫做Grand的这个色号 是一块亮橘色 这两个颜色就是 比较春夏天一点点 就是比较的明媚一点点的了 从上到下 依次是So Natural 秋冬氛围的 落叶橘棕暗色 然后中间是Grand的 是一个比较明媚的 春夏的橘色 还有就是Totally Thins 这个特别容易断货的 这个粉紫色 这三个颜色 我觉得都特别的日常 如果你只想买一块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推荐 So Natural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你看把它晕开了之后 一个特别低调的一个橘色 看起来有一种 隐隐的默默的 透出来那种自然的质感 然后如果你想去抢 限量色的话 你就抢这个Totally Thins 这个是打折 一定第一天就断货的 因为这个颜色 特别特别的火爆 它涂到脸上之后 就是那种青春元气 校园小美女 你看这种颜色 就是很春意 而且这个颜色 特别显白 黄皮女生 就让你的脸 看起来有点 冷白皮的那种效果 All right 以上就是今天 想跟大家拍的 这个斯芙兰的 种草和推荐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 觉得今天这个视频 含金量是不是挺高的 我觉得挺高的 每个东西都看起来 就不用我嘴巴说 给你看 你就觉得 它就是好用的 OK 不多废话了 我去抓紧剪辑了 然后去准备 下一期的 护肤片 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喜欢看的朋友 在评论区告诉我 给我这个视频 点个赞 给点动力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愿大家带有美好的一天啦 Bye